今天確診一例 又是高雄女台商母子傳播鏈 女台商的兒子 12號到台南拜訪客戶 先前已經一傳二 連一名國小的男童 擦身而過也染疫 今天再傳出一位家人也確診了 到目前為止 這一家三代同堂 10個人已經有3個人確診 最先確診的是20多歲的二媳婦 她的CT值只有14.7 傳染力非常的強 台南西華南街 爆出有確診者足跡 就遭店家官們大清銷 2月20號新增一例 15號呼吸困難但PCR陰性 隔4天症狀加劇 發燒還胸痛 採檢就確診了 CT值低於15 病毒量超高 而感染源又是高雄女台商兒子 個案2月12接觸到案19732之後 14日被匡列為居家隔離者 高雄女台商兒子是鋼鐵工程師 12號去台南客戶家拜訪 客戶先確診 未滿10歲男童 跟對方擦身而過也染疫 新增案例20多歲女子 是這家二媳婦 三代同堂10人同住中 就有4名幼童 一家人已經3人確診 中游大林廠群聚 三員工確診 卻被控偷偷把隔離用的 防疫旅館設在 紅毅社區的救宿舍 讓居民怕爆引爆怒火 後面就是學生進出的地方 難道我們的生命這麼不值錢了 附近社區有不少是抵抗力弱的 學童級老人家 怒控被當次等公民 也質疑根本沒有團進團出 他們自己有時候來車子開了就走了 那就很明確的 他不是團進團出 是中游為什麼這麼阿拔 完全都不把這裡的人員 當作一回事 那個地方不是防疫旅館 20位住在教員公寓裡面的 是自主健康管理的對象 原來宿舍被貼防疫旅館搞烏龍 衛生局澄清20位員工 都指列自主管理 強調分藏分流團進團出 三層專人送嚴格要求進外出 而且三次採檢都陰性 雖然風險低 但第一時間沒人向居民講清楚 難怪居民怕到要發生抗議 記者李宜清高雄報導